各位请看 结婚三年了 大佑买的房子到现在也没买 还什么事都听在家里边呢 什么事都不过商量 为了这个家我都操碎了心 还被埋怨 这样在一起过日子 我感觉太辛苦了 结婚以后做生意 哪里都需要钱呀 买房子的事情可以还一下 家里人都也不是为了我们好 有些事情跟他们商量 难道不应该吗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努力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31岁 来自郑州 个体有请 女嘉宾徐女士35岁 来自郑州 个体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呢 说实话我们俩就是 相当于自谈的 就通过我姐认识的 结婚的时候彩礼 三斤房子什么都没有 就是裸婚 然后我老公结婚前说的 他说就是结完婚之后 我们就是共同首付 在正中买个房子 三斤彩礼 他当时说的就是 从我们店里面出 共同开的那个实体店嘛 我说那也无所谓是吧 既然过了也是我们的 就是从店里面出也是我们的 我说不过就不过吧 然后就这婚礼办了嘛 婚礼办完结完婚之后 我提了两回房子 他也不往上提也不说了 反正就是结完婚了呗就这样了 就也不买了也不提了 除了房子之外 这个婚姻还有哪些冲突和矛盾 除了房子之外 你看我们刚开始开实体店 这个东西 本身就是白手起家 说白了就是啊 都是自己创业 这个实体店还没开两年来 我说先稳定一下 他们听到一个朋友说 浙江这边好发展 意思说来浙江这边 刚开始也是给我说两句 提两句 我就没当回事 我说他就说说啊 谁知道他当真了 有一天早上 他早上八九点起来就说呀 说那个哥说等会过来 我说那你想好了 我说这本身这么大压力 你再去浙江 那压力更大 他说那我先去看看 他刚开始这样说 那去看看也无所谓 去吧 来到浙江这边了 不是来看看了 来到这边就要 就是扎摊子了 什么就要整了开始 刚好有这个机会 他们做了很多年了 刚好他们也愿意带我 过去实体店开在哪儿啊 开在郑州吗 在郑州开实体店 然后发现 浙江有一个机会 您就想去浙江开店 是这意思吧 开厂嘛那边 开厂 开了吗 开了吗 他同意了吗 当时他也没说不行 就是说一定不能去这样子 确实比批发要好一点 我先过去了嘛 刚才他不是提那个 房子的事情嘛 那我肯定想着是吧 本人承诺他了 给你打电话 他不打电话 我先来打电话 给你打电话 都要求贻 干扰 他是不是 你能够闹 你 我不想能够 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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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这没办法 厂子里面活又多 原来实体店活也多呀 你这厂子里面活更三岁 然后后来忙得很了 我就是做了几 我也不是一直没做 做了几回 要不她做饭 我再忙其他的 是吧 然后后来不行 实在忙得太狠了 然后我婆子过来了 原来我们就是谈到时间 也没跟婆子生活在一起 也没有什么 毛婆的意思 对吧 也没有矛盾 什么也没有 就没有过节 然后我大姑姐 还有她三姐 都过来了嘛 你看我刚开始 都开开心心的 我三姐做饭 然后我刷我洗 我也就不是那懒人 是不是 然后她就该有时间 她要不打游戏 要不外边有事情 或者浮料什么 她也找一下 也整一下 就这个东西 然后三姐 人家家也有家庭 郑州也该回去了 那个时候啊 然后我婆子 就开始做饭了 你看北方人 说是喜欢吃面条 但是呢 我从小 不怎么喜欢吃面条 我婆子是 也不是说 我去抱眼毛眼 她说左一顿面条 右一顿面条 我也没坑 我不喜欢吃 我就少吃一点嘛 我婆子也没说什么 就做了一个星期饭 她倒不愿意了呀 她说 我看你这几天 吃到少呀 你不喜欢吃 我妈做个饭 我说没有呀 这天气热 我不喜欢吃 我就少吃一点 你看下一句 怎么整个更起人 你不喜欢吃 不喜欢吃 不喜欢吃 明天你就自己做 我只是说 我说这个饭 你不喜欢吃 你明天你来做 那你说的语气 你当时就 就比较吃了人似的 给我下马胃 你别欺负我妈什么 就意思 我还没有呢 也不知道人的 那是你自己想的 我怎么可能 那样子说的 对不对 你这说的这个 真的我也 那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听不出来那语气得了 你说在场里面 干活都无所谓了 他就是说最近不知道 一年多吧 跟招了迷失的 就说天天弄个那个 短视频那种 去这里玩 就是说拍一些 去那里拍一些 就跟那个异性在一起嘛 我看着 我都感觉挺不舒服的 这咋 啥情况 你说就是 那我就是平时 就是喜欢拍那些段子 什么东西嘛 那问题就是说 跟人家拉拉扯扯 今天跟这个人 两个人要搭档 做一个夫妻 跟那个人要做一个朋友 这样子我都感觉 我说场里面也不管了 这一年多 你说句不好听 那人家也有家庭 你像我也有家庭 人家有的都有孩子 你像我也不可能呀 也不是那样的人呀 你像这都给过路人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我今天 给这个合作完了 明天就不一定 这多少年都不一定 在见面的内容 您拍短视频 都是些什么内容啊 那就是什么内容都有 就是家常里短了 然后就是 好像跟那服装 也没啥关系 情侣了什么都有 对呀 您如果您拍点那个 谁给您拍啊 拍是就是 我们有那就是 就是一组人嘛 多少几个几个人那种 那我也不知道 就是一组人 就这样子 每次问都是一组人 那就这样子 这个话听起来 是吃醋了哈 那男人嘛 不就是是不是 那我一看 我就有点生气嘛 就这样子 我说咱们这个厂 我说现在做的也 就是说不好吧 但是也不错 是吧 我再你说 你在努努力 就说你想搞这个直播 也可以 那我们办公室 就装修一下嘛 从这你就说 可以做我们产品 他反正也说不好 我为啥要 有时间要出去 不愿意在厂子里边待 为啥 那还不 还不是因为 就你跟你妈一说 都站到一起 你看有一次更离谱的是 你说我们家里面 有个小动物 你得养个小狗 养个小狗 不说还是他喜欢 去不是 我们不搭乱的 不搭乱 你一直在创伤 你们就不搭乱 我基本上 不搭乱 那今天瓶装 我总是不搭乱 不搭乱 我怎么办 我就担忆狗 我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抓着 我发展 你在岁山上 我不是 他送注 你 走 银子 我 我 摆 SemGI 组织的制作 审見て yin 你现在有房子 你说家庭这矛盾这么多 他改不了 你说这样 你不是说对我们两个人 不负责 对孩子也不负责 我敢生吗 你说 是不是 所以就说 并不是一个房子的问题 我要刚开始要求房子 我刚开始你不给房子 我就不结 结完了之后 我也可以不过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过成这个 三年过成这个样子 你还想跟他过吗 他这 他改不了的话 我不想过 您希望他改哪几点啊 他起码就什么事 跟我商量一下 然后你不要说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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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雄 刚才他说你 什么事情都听你们家里人的 我们现在确实 有一些男生结婚以后 对自己的老爸老妈 依然言听计从 对自己家里人特别尊重 他认为这就是亲情 这就是孝顺 但是你这里的情况 还有所不同 比如说 听你姐姐和姐夫的 这个我倒认为 女生她并不是 纯粹地听家里人 这是在听经验 但她双心的是 你世世都不尊重她的意见 世世都不和她商量 她感觉在这个家里 我变成了一个外人 这是很孤单很孤独很双心的 你明白吗 听家里人也不妨碍你 尊重妻子的意见 多和她交流沟通 我想这也是能做到的 说到不生孩子 她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生孩子 已经35岁了 那么作为丈夫 您更要明白 妻子不愿意生孩子 根本不是 您没有兑现买房的 这一个承诺 更多的是 她对自己丈夫的失望 甚至 对你们这一段婚姻 她没有自信 所以你们两个人 虽然已经是夫妻了 但是这一些矛盾和问题 如果不正视 那一定会出问题 明白吗 谢谢波红熊 周老师 我想问一下男生 你们家人看得起这媳妇吗 看得起 真的吗 但是你当天早上通知她 立刻就要走人 就跑去开始做生意 你没有把她当一家人 如果是开公司 如果是你要做生意的话 这是动用你们两个共同的钱 对吧 对啊 是你们的夫妻店 对吗 那不是应该跟她商量吗 你直接一句话 你不懂 我姐也懂 尊重吗 这不是尊重啊 所以我觉得 看到现在你们家人 包括你 你根本就没有瞧得上这个媳妇 如果你真是有半点 把她当做妻子 你就应该万事跟她好好商量 平等对待 至少有一颗尊重之心 至少在你妈跟你媳妇 因为狗的事情吵了架以后 你背弟弟也得安慰一下她呀 你没有 你无所谓 所以男生好好想想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这个媳妇好 真的是想要结婚 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结婚的男人 先把你的小家守好 再说你的大家 如果你的胳膊肘都在你的大家里面 这个小家一定保不住 同样我想跟这女生说一句话 你步步退让步步退让 所以退让到现在 彩礼还是从你们两个 共同精英的公司里面出 对吗 本来就应该他们说啊 多多少少没所谓的 有人出一万八也算彩礼 有人出三千也叫彩礼 多少无所谓 关键是那个心意在 你倒好我不需要没事 房子没有无所谓啊 我慢慢等嘛 主要是刚开始谈了 然后跟婆婆在行 你别刚开始了 就是因为你自己 没把自己尊重起来 所以人家不尊重你 理应所当啊 所以女生一想想 如果未来 你真的想把这个家操事好 你也有一个女主人的样子 好 面料我不懂 款式我不懂选 我去请教啊 这是你们的店 那我去请教就好了 抱着学习的态度 真诚去请教 姐这个登机怎么选 我应该怎么做 你得有一个女主人的态度 你才能跟她真的 把你们奠金也好 志气不能让家变得更好 志气只能让你们关系更糟 你们两个人 如果真的想把家经也好 如果真的未来想买房子 就踏踏实实投入 在你们的公司当中 先把公司搞好 别再搞泪哄 谢谢周老师 曲总 你说我问你啊 现在这个生意赚钱吗 比我们在郑州好多了 好多了是吧 对 那这一点老公的选择 对还是不对 是对的 要不要感谢她的姐姐 我感谢肯定要感谢 但是你想感谢也不耽误我 自己去找板 找一个两个呀 对不对 就说你就揪住这个板的事了 对吧 你不可能试试一辈子 都去依照别人的 就是看不起你 就是把你排除在家人以外 是吗 对对对 啥事都不跟你商量 也不跟你说 那你们什么不能 你想插一句他就怼你 那你能不能出来 出来自己做一份 自己觉得能做主的 自己擅长的工作 不就可以了吗 他就想出来拍这个段 他都不愿意 他不乐意 好的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 你想出来吗 我想出来呀 我找工作的话 你想我们这干实体店 家开厂 这五六年了认识 就是给别人再去打工 你意思没那么自由 可能是 和他聊过吗 我跟他说过呀 他的意思让我出去 就是打份小工 就是职员了 就是同意让你自己做 对不对 对 好的可以 所以 就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能达成一致了的话 你们的问题很多 就解决了 因为现在 你的确是 你们甭管是资源 还是经验 就是依附于 他们家里人的帮衬 才做得如此之好的 是还是不是 是 对 所以 如果 那不是姐姐 那是客户在帮你们 那是外人在帮你们 你会不会就觉得 哎 应该的 我得感谢 哪有半点的埋怨吗 对吧 所以你们就在一起做家族的企业的时候 你就有时候分不清楚 到底我是在跟 帮助我的贵人说话 还是跟我们的家人说话 所以这老是办不清楚 同时 你和他在这个业务上 到底是员工跟老板说话呢 还是 妻子跟丈夫说话 总之总是在混乱 你们角色混乱 导致于你们里外不分 导致于你们现在的矛盾的增加 所以最好的方式 在事业上做一个切割 没有那么多的利益的签除 你就会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的分开了 甭管做什么 先从分开开始 再去商量 下一步再商量 我做什么才能挣到钱 对不对 你的短视频你去 你只是喜欢 还是觉得 这是可以有 有挣钱的前途 可以当事业去做的 这你要去判断 明白吗 我们去做吧 谢谢曲总 刘娜老师 一个男生 从小 上面有几个姐姐 撒姐姐是吧 撒姐姐加一个妈 看着一个最小的儿子 长到大 在这边 谢谢你 谢谢你 来的 就是 一些我们的 好 都在哪里 有的 哪里 有的 有的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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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看像这么多年 我们谈了三年 结婚三年 像这么多年走过来了嘛 反正是生意呢 差不多上正轨了 然后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小事情 闹这种脾气 你说的对不对 你说的那些 我就是说话不像了你了 什么的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会说很会在意那种细节 也不会说是可以的调节 调节之间的矛盾 我们尽量不再一起住 能不能给个机会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吧 给机会就出来 不给机会就不出来 谢谢两位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咨询 记住啊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妻子愿不愿给丈夫一个机会 继续地去磨合 来 请开门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差不多了 呀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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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 我觉得啊 我陆爱宝 这么多年 第一次这个结局我没有 我没有想到 这个男人是要准备离婚了吗 如果这是他出于他本意选择的话 这人生意永远做不好 因为等于在今天的现场 所有的交流过程里 他一直在说谎 他每一句话都 这些人人也没有想到 他都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